韓國瑜選前之夜造是晚會的地點 離輕軌非常的近 所以搭乘輕軌由高雄也是不錯的選擇 像是這一站哈馬新站 不只可以到不握走走 步行十分鐘也能到達碼頭 百年倉庫變成文創特區 外面還能看大船入港 成為高雄超夯打卡景點 接著搭乘輕軌可以來到高雄展覽館站 周邊景點有高雄總圖 四面落地窗 還加了綠建築的環保巧思 又或者是附近的星光碼頭 漫步吹海風 也很享受 距離韓國瑜造勢晚會最近的輕軌 就是C5的夢時代站 過一條馬路 就是全台灣規模最大的百貨公司 購物吹冷氣也是不錯的選擇 有到柏爾啊 總圖啊 我覺得都還不錯 可以就是下午先去走走逛逛 輕軌因為這裡交通也滿方便的 如果你是搭捷運來的話呢 可以在這個凱旋站下車 在三號出口處呢 步行一分鐘就能來到 這個時代大道這邊的這個攤販區 可以先來這邊逛逛 不用怕餓肚子 時代大道攤販區 上看500攤 可以在這邊品嘗夜市 各種小吃 有吃有喝又有玩 選前之夜 韓國瑜和陳其邁的造勢晚會 都在捷運站附近 一個呢是在局限 一個在紅線 而美麗島站呢 算是兩線的交接處 韓粉陳粉有可能在這邊短兵相接 國民黨部也呼籲大家要理性和平 搭乘交通工具參加造勢晚會 也成為選戰中另類的觀光行程 記者吳郭珍潘映文高雄報導 就算有很多 我們在其他地方 谢谢大家